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物都成了点缀 回忆的眼下又烟双飞 谁的心事又飘到尊贵 沉迷雨如夜 乃与你同音悲 余生最后一生陪 山呀水呀 在我一生清晨 风呀雨呀 你是浪漫春花 如星如月 愿你无恙 我为她飞死了 我在你身旁 似呀风呀 为你辗转无常 荡雅攀雅 为我听众目光 亲自一起就能放 有你此生才不忘 我爱你 一切双明珠 接切红萝菊 马公子 我们沈姑娘 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 但那也是成于落雁之毛 是不 能不能让你给我找一个 比白送都好的 你就找了个这个 我的小姑奶奶 你那两个情人都已经天狐了 上哪儿找去 再说 全灵卓尘谁不知道你能破事 你还想找谁 小女子我优点也颇多的好不好 这个实在是太丑了 小女子实在 我还挺好 时间紧迫 别再挑战戒斯 操合就 马公子 马公子 灵州城里姑娘千千万 但是姓沈的可不多 特别是我们沈姑娘 那可是十铺七十的沈 哦 原来是当朝首富啊 晚生马天宝 鞋二宝三宝 这乡有礼了 马公子 我可是听说您家是三代单纯 是也不是啊 是啊是啊 那可巧 我们沈姑娘四月之前一夜入梦 梦见滔天大水中金光一现 宋子观音出现 隔天就查出了喜脉呀 千里姻缘 这是一线千 这沈姑娘怀的胎啊 绝非方胎 马公子 这买一送一的便宜事 可是打着灯幕也找不找啊 马公子 阿姨送你 是不是 哦 是是是是 妈某哪有不愿 我觉得不妥 他都说妥了 你有什么妥不妥的 哎呀 我出门就算了日子 明儿也就是个好日子 红然心动 最已婚嫁 马公子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择日不如撞日 我们交换跟铁 你看如何呀 好 好 好 不可 你拉我干 我帅了 妙儿 陪 陪大人 您怎么来了 陪大人 原来是 灵州之府 陪眼珍 陪大人 久仰久仰 各位不必拘泥 陪某今日 在此宴客 却想不到 遇见妙儿 可是 这雅宋阁今日 被在下包下来了呀 公子包下子弟 所为何事啊 今日 自然是与马公子 相抗婚事了 相亲 正是 正是 可不知 这陪大人 和沈小姐 居然认识 其实认得 我以妙儿乃是 亲戚 亲戚 不错 陪大人 正是我远房娘舅 滴滴亲的 远房娘舅 马公子 不是 对我很满意吗 那是自然 自然 不如 我们坐下来 慢慢聊 好好好 既是一家人 那面儿的婚事 可容在下听听 不 当然当然 还好 来 请小舅舅上走 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来 坐坐坐坐坐 沈小姐 那我们 坐得积极 来 请 早闻裴大人 气宇宣扬 爱民如子 可我竟不知 你是沈小姐的 小舅舅 裴某 亦是未曾想到 小舅舅说笑了 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还劳请小舅舅 多多照顾 多多照顾 这是我的水 龙锦寒凉 你如今身子不适 莫有后备好 那就多谢小舅舅关心了 是在下惭愧啊 从今往后 我一定百般照料 沈小姐 如同小舅舅一般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铁牛 传令下去了 今日假如不是本公子 把夫人带出来了 怎就把这富船楼给围了 放心吧 公子 马公子初来灵州 柳媒婆费尽心思才寻得你 想必不知道 我与妙儿在渊远吧 愿闻其详 好大的一阵风啊 竟然把门都给吹开了 这不是妙妙跟裴大人吗 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阵大风 竟然把你我三人 都吹响了这边 宋公子想必还有事 我们不如先行离开 裴大人尚有闲暇 宋母一介闲人 自然是要相比到底 魏井 六恢央 淼淼 你跟我走 你们两个人闹够了 没有啊 沈小姐 这位是 他 她 他们 在下 宋夕远 宋三公子 食铺七神 鱼三归宋 我马某这是祖坟冒清烟了呀 今日一起见了三位呀 好说 好说 我问你 既然是你做庄 为什么只邀请了裴大人不请我呢 同样身为妙妙的前夫 为何裴大人在受邀之列 而我宋某却被摒弃在外内 前夫 裴大人不是他的小舅舅吗 小舅舅 没想到一顿饭的功夫 连称呼都变得亲切了 这么说起来 裴大人还曾经是我宋某的小舅舅呢 一日小舅舅 终生小舅舅 刚才还忘了行李呢 不妨 裴某亦不要你这样的外甥女婿 小舅舅 前夫 前夫 外甥女 马公子 你听我解释啊 事情并非如此 好吧 事情就算真的是那样 但是眼下 最重要的是你我之间的婚事 对不对 你再考虑考虑我 其实我还是 二宝三宝 成何体统呢 成何体统呢 精辟 虽然你来早了一时半刻 可真正要出手的时候 还是得靠我 对不对呀 妙妙 我还想 我还想 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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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来 冷不下了 妙妙 妙妙 别别 妙妙 我对你可是真情实义啊 她对你是虚情假意的 妙妙 可听我一言 过来 你们二位 每日都去我沈家闹市 今日更是追来此地 你们不累吗 我累 你们不累 我累了 之前在两位的修书上 写的一清二楚 人才两清 改日婚嫁互不干涉 妙 需要说气口 您我接一步行 我沈妙虽好 但也不是不可替代 若你们肯放过小女子 我沈家并不会亏待 若你们再这样纠缠不休 这世间 你俩不能解决到 我可没见过 妙妙 不可 你俩 沈家闭航 姜丽莲平 莫失不后 妙妙 妙 沈家闭航 姜丽莲平 莫失不后了 世人嚷嚷 皆为利万 在下沈妙 这是一个 关于我与两位前夫的故事 当然 陪送二人之所以是我的前夫 绝非 只因我是他二人前妻 这么简单 你救命啊 五油 手 今日我沈元因业务需要 特临选标普一名 要求弱冠之年 未婚未育 无意高强 体貌端正 品行优良 经验有无权不限 月前几何好商量 好 你不好好看 现在是走什么神呢 小姐 这老爷在前院 跟你秘密招亲 比后宫选妃还热闹 你倒好 半点不上心 那你这不是傻吗 就是我没出嫁 我才得多看个戏 那以后未来的夫君 不让看可怎么办 以后姑爷不让你看 你就真的不看啊 只要姑爷 恐无有力 让我满意 那本小姐我 装个三同四的的样子 还不小菜一点 老爷 你看这都找的什么人呢 一个个乱七八糟的 怎么配得上咱们家妙儿啊 懂什么呀 女人看男人没一个准的 你懂 我看人不准 我可告诉你啊 妙儿如今已经急急 她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情同姐妹 你这么匆匆则续 选好了就罢了 选不好呢 妙儿她怎么想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只是此事非同寻常 一月之内 妙儿要是嫁不出去 咱们沈家便有灭门之祸呀 快快快 给我揉揉 老爷 老爷 挑选出来的好汉 我都带来了 都带来了 还有拎着大锤的呀 管家呀 按照规矩 仙仙呢 年龄不符 体重不足 相貌不入法眼的 请出去吧 是 都散了吧 散了吧 回来 什么就都散了吧 你给我留两个啊 是 老爷 什么玩意儿 都走吧 沈老爷何在呀 沈老爷 原来是赵不投啊 稀客 稀客呀 赵不投来势汹汹 真是下沙神某了 何戏生财 何戏生财呀 是 不投 沈老爷客气了 咱们今日前来呀 是有正事要办的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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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给老爷夫人 道喜了 赵不投 何意呀 大人 现官裴眼珍 应数年前之婚约 求娶沈家小姐 还请沈老爷相遇 黎燕 你一会儿 赶紧给那个武生 备一份后赏 果真是 鹦鹉不凡 见之神王啊 阿姐 阿姐 阿赛 阿赛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前院 看姐夫玩吗 来 给你个掏壶楼 前院来了个 带着厅里的穷书生 一身酸腐气 还在不喜欢 不是说指招会武的吗 还来了个读书人 还带着聘礼 不告而下聘 乃是裴某之事 大人说笑了 只是沈某 不记得沈裴两家 曾有婚姻约之事 况且 裴大人乃是 灵州的父母官 小女 亦是视你如胸如腹 这求取之事 我看还是罢了 我们沈家商谷出身 府中只有妙妙一个女儿 一来呢 想多在膝下留些时日 二来陪大人您出类拔萃 我们也高攀不上啊 多留些时日 那还搞什么明面招标师 背后招女婿这一套啊 方才下屁礼之时 灵州城的各位好汉 可都看着呢 那还优得你们认不认呢 放肆 招不头休要信口辞皇 今日你等 既是为私事而来 便没有官民之分 来人呢 在 今日谁能将裴公子 请出沈家 谁便可当 我们沈家的总标头 是 各位好汉 沈翁之旅 裴某身知 沈翁可忘了 与陛下所定一月之期 此番我朝北方九旱 收成欠家 幸得沈老爷 捐粮纳银 仗义输财 才能免于一场灾祸 沈老爷你 为父友人 心系设计 脱恩以周吉难 实乃 天下商骨之表率 百姓 百姓安居乐业 乃是承蒙 浩荡皇恩 草民所作 不过是为陛下太后 分忧吧 至于别的 万万不敢当啊 沈老爷何必过谦 速来听闻 沈家教女永芳 长女沈庙 跟沈老爷 一般宅心仁厚 现如今 沈家小姐 也到了婚嫁之年 而陛下又年妇立强 不如 万万不可呀 大胆 沈老爷莫非是 嫌弃我儿 曹明不敢 这 只是草民之女 容貌粗鄙 较大无德 草民俱其孤独终老 早已为他定下婚事 再有一月便要成亲了 竟有此事 千朕万确 沈老爷慈父之心 朕安能不知 令爱既已结下良缘 朕又岂能夺他人所爱 多谢陛下 既然婚期在即 沈家又有功在身 一月之后 哀家定遣御室前往灵州 讨沈家一杯喜酒喝 可好 都下去 是 下去吧 下去吧 快 快快快 快快快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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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 来 这都什么人 芝麻绿豆点的小官爷 来咱们家耀武扬危 小夫人 裴大人还未出府 谨言慎行啊 唉 说说而已 反正听到 裴大人 好手段啊 裴大人远在灵州 这京城宫内之事 竟然能知晓得 一清二楚 沈某佩服呀 贸然失言 来自裴某之过 只是裴某 不想让沈家 陷入不负之境 沈翁巧立明目 但天下没有 不透风的墙 裴某能知 又黄论 能瞒过皇宫 若陛下得知 沈家岂不是犯了 欺君之罪 笑话 若是小女 嫁于裴大人 便不是欺君之罪了吗 巧了 裴某 曾在琼林宴上 聚了当朝 九公主之婚约 亦是用了 有婚约再生为有 与沈家之言 不谋而合 其二 裴某此次大下聘礼 若无功而返的话 沈老爷觉得 外面之人 会如何作响 小姐啊 这光天花日的人多口子啊 你经营了十六年的形象 切莫有失啊 小姐 好不好 过来过来 小姨娘怎么是你啊 妙妙你要死啊 咱们都说了好多次了 魏出阁之前装得好一点 即便武刀弄枪的 也得等到你婚事定了再说 晓得了晓得了 我爹呢 你爹跟那个死读书的打鸡疯呢 嗯 那就好 停 走吧 啊 刀子拿了 我闹了 哎 我 我爹在能拍什么呀 我爹最看重我的心意了 还能把我卖得不成 是吧 李娘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既然沈老爷已经答应了这面亲事 那咱们谢衙可得早早准备起来了 嘿嘿嘿 什么 真把我卖了 这 你回来了 我要是金钟的刺客 你早就死了 能在我院中初见之人并不多 你可以初见 是因为 我给了你资格 还不快下来 怎么又是这种索然无味的东西啊 就算不够我备酒 也至少给我烹馅浓的来吧 浓茶伤未实 曹身伤心性 大人眷有 方为君子之等 说说吧 沈家的小姐 你查到了什么消息 这个沈小姐啊 我跟你说 这囚然课便是我 沈家怀有仲才 天子呢 想要收入囊中 商骨不得入朝为官 最简单的便是纳我为妃 对不对 正是如此啊 沈家虽然钱多 但人却不傻 倘若我进了宫 那一定是死路一条 爹爹不忍心看我受苦 是以 矮子里面八大个 就挑了这 裴眼珍 一来呢 可以解了这府中之威 二来 裴大人位卑清品 到时候也好合理 是也不是 你说的呢 她是也不是 是什么事 妙妙啊 咱们呢 是沈家的堂堂大小姐 对不对 这还未成婚就想着合理 不太合适吧 这关键 关键是 人言可畏啊 这人言对旁人可畏 我却不怕 妙儿 小姨娘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了 那我问你啊 这女子三从四得 出嫁从夫 是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婚姻和美 夫君欢喜啊 当真 闭嘴 你看 小姨娘无论你什么样 我爹爹都欢喜 因为她真心待你 面也想选择这样的人 只是 这天不随人愿 失去破人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找 好在咱们沈家 名声在外 我呢 向来随性不喜拘束 不想被人处处限制 等我找到机会 就立刻合理 我们虽然被这个白面书生 先罚纸 但是 只要将那个皇帝给骗住了 还不是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么说 她想嫁的 是陆林好汉 要我说啊 你现在辞官入江湖还来得及 怎么样 要不 我跟你引尖引尖 不劳烦你了 你好生休养几日 待喝完洗酒之后 再替我跑趟进城 我说 你就这么笃定 这个沈妙愿意嫁给你 世间没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决定的 男女姻缘更是趋无缥缈 如何笃定 什么意思 姻缘无法笃定 但人心却呢 沈妙若不想入宫 必较无疑 这话还用得着你说呀 沈家巨妇 等着倒插门的江湖高手 不在少数 你 裴大人 凭什么入得了沈翁之眼 夺其心 观其情 我能解得了 她的欺君之罪 又答应了她 不会辜负沈妙 沈翁 别无选择 真会谋算啊 我本就无心情爱之事 只为自保 继承夫妻 自然会遵守承诺 冷心冷情 谁知道你婚后 会不会动心啊 哎呀 我们家的妙儿 是千好万好 就是这婚姻 哎 真是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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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儿啊 你自幼聪明 有些话 爹爹不说 你也行的 只是选了这裴大人 也不只是 向你说的那缘故啊 怎么说 如今沈家 已是圣机 爹爹不求找一个 出人头地 拒世无双之人 但求能寻一个 他日圣机 而衰之日 能与你相互扶持之人 这裴眼珍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品性 我们也全然不知啊 你如何笃定 他就是那个良人呢 他到 你一届文若书生 有何本事敢求娶我神女侠 三餐相陪 你 绝不纳气 你 你莫要再往前一步 永不相辅 如此 说不定我们就能一箭双雕 既能骗过了皇上 又能替你寻一个良人 爹 你教我的 这做人呢 不能太贪心 这良人呢 可遇不可求 更何况 这裴眼珍 是带着聘礼上门 抢取于我 合离是最低的要求了 其他的都是意外 你 你 我 祝你 你 你 小姐 小姐 这别人偿婚 都是情投意合 恩爱缠绵的 偏小姐不得岁月 要嫁给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疏手 新娘子 新娘子 哎呀 吉时已到 花架都已经来了 哎呦 这怎么洗盖 还没有盖上呀 这要是污了吉时 可是不给力哟 小姐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别这样 你小姐我有貌有才 想嫁什么样的不容易啊 再说了 等嫁过去之后 随便找些机会 立刻合理 届时皇帝 必不会再生取我之心 行行行 大小姐 这吉时到了 你是嫁还是不嫁呀 走走走 嫁嫁嫁 愣着干什么呀 出嫁了 送我出门哪 哦 对对对 快把洗盖盖上 拿好喽 好 盖上洗盖 新娘子来喽 小心脚下 小心小心 小心 这边 沈家小姐和裴家公子 这乃天国之德呀 什么赵元朗 我不就是缺沈家那套钱吗 若我是沈家的女儿啊 赵元朗必定会争强地来骑我 住嘴 裴家世代为光 我们陪带着才不缺这个钱 但是沈小姐 向我们陪带着秀茂风流 机关算件要下 小姐 小姐 你睡着了吗 没有啊 怎么啊 我刚才数了一下 不分有一百二十八台嫁妆 这每台嫁妆 八个人才抬得动 我怎么觉得小姐这一成婚 比之前还付出了几分呢 可得给我看好了 有何离的时候 这些都是要带走的 小姐 这大喜的日子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我都能嫁给裴眼珊了 还没有多不吉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发生何事啊 我也不知道 没有我的命令 都不许过来 保护百姓 是 保护百姓 保护百姓 小姐 有一帮人拦住了前面的路 是 是谁要抢我吗 小姐不要怕 被鹰固制你 绝对不会让你被歹人抢走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小姐 大人 小姐 原来他们抢的是 裴眼珍 裴眼珍 你这平日里不是最喜欢打马钓了 你在屋子里晃来晃去干嘛呢 去园子里呀 妙妙走了 没人给我喂牌 我打个什么劲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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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你妈你老沈哪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冒冒事事的 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 是米航走水了还是码头水患呀 是啊 老爷 夫人 都不是 是小姐被抢亲了 你说什么 什么 谁敢弄姐姐 我就教训她 哎呦 我的小少爷 不是小姐 是姑爷 姑爷被抢亲了 姑爷被劫走了 这 什么 什么 裴大人 猜猜看 我是谁呀 求公主宣召裴蒙 直接降旨便是 何必如此 要不是你不回我的信 又偷偷娶了别的女人 我至于千里迢迢 跑来灵州城吗 你看我这一身 是不是比沈妙好看多了 眼睛哥哥 公主慎行 男女有别 况且裴某一公主 乃是下属关系 共处于事以事冒犯 还请公主 送在下返家 好给夫人一个交代 裴眼镇你放肆 你是怎么想的呀 本殿下 天皇贵昼 难道还不如沈妙那一届 区区商骨之女吗 哎呀 裴狼 我瞒着我皇兄和母后 千里迢迢来到灵州 未到 就是能与你成婚 今日 你跟我成婚也罢 如果你心里 还想着那个沈妙 我就要了沈家和府的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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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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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这里没人 问清楚了 来抢婚的 是当朝九公主 来的都是御前侍卫呢 我说什么来着 百无一用 是书生 这裴眼镇 但凡会点拳脚功夫 都不至于这么轻易 被人劫持卤去了 不然的话 还可以上演一场全武行 让我开开眼镜 小姐 那可是九公主 小小裴家县令 怎么扭得过 而且 你不得关心关心姑爷吗 姑爷什么姑爷 叫富满 大喜啊 真是大喜啊 哎呀 都是我沈家运气啊 没想到这运气 全当我沈妙身上 这运气来了 真是拦也拦不住 我有什么办法 本来还以为 此番计划就要十岁 你看现在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这下 我都不用提何离 林 快收拾东西 咱们回家去啊 小姐你瞎说什么呢 就算要何离 哪有新婚之夜 李家的道理啊 新什么婚之什么夜 只要没拜完堂 就都不算 本来还以为 这个裴眼镇 不愿松手 现在得到公主亲来 哪个男子 可以抵抗得住 快快快 带上咱们沈家陪家 快走 快快快快 走走走 小姐 小姐 这么大的事 你跟老爷说一下 再也不成 跟小姨娘少了一事 不用说 反正都已经成千了 皇帝必然不会再去我 趁现在走 改双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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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玉玉 眼睛不长 让娘子受惊了 完了 还是晚了一波 小姐是说要快一点吗 不不不 我在后悔 我怎么没有早点看清她的脸 娘子 这是要归家而去 那个 裴郎 这里人多口杂 不如我们回府再说 新婚之夜 大礼未成 新娘离家 是要是裴某 语无误吗 语无误吗 师姐你 并非无法 并非无法 说 娘子放心 眼睛 满臂归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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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尘俗世多少情痴 难残情之一字 若重来一次不再吃 唯愿你长安一世 别问此心之欲不知 奈何情之一字 一旦如故便是相思 纵生死也算只是 选许出来有迷失 可我在等的人他不知 你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要如何续写生死 越生越落又离物 只想守护你白发青丝 是想和你幽默的梦是 敢为你一念成枝 原来是 相守相知 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只想守护你白发青丝 未完的故事 未完的故事 等你为你啊 未完的故事 未完的故事 应该是不知的 未完的故事 相当时的集团 未完的故事 要下心的故事 看看你们未完的故事 把你带你们赶紧